新冠肺炎的疫情在香港又創了單日的確診新高 根據2月21日的報導截至當日的凌晨零時 總共新增7533宗確診是兩年疫情的新高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疫情還未受控 所以可能還會繼續被創新這個紀錄 但是很老實說我們看到內地的抗疫專家們已經來了香港 和香港的醫護已經在交流 我們期待抗疫專家們可以帶領香港人走出這次的疫情 小弟真是非常期望 好 各位大家好 小弟遇到 歡迎大家訂閱遇到這個頻道和記緊按一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報章仍然有很多不正常人 醫護裡面也有很多不正常人 其實在傳出一些錯誤的訊息出來 開始誤導市民甚至撩起市民的民怨 所以其實在這次疫情裡面 小弟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市民要和政府齊心抗疫 真的不要那麼容易被人水倒 還有我們也要有一件事 真的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認清楚我們所接收的資訊 而且我們也要小心點 不要把錯誤的資訊傳出去 因為不單止媒體今時今日靠得住的不多 甚至我們看到線上有很多人都傳一些不知道真與假 甚至明知是假的資訊 一直一直廣傳 其實這些誤導性非常之大 可能會影響我們對疫情的看法 或者是令到我們對疫情的反應慢了 所以小弟覺得是有必要澄清的 例如這一篇小弟今天在WhatsApp的群組裡面收到的 他裡面寫得很漂亮 好像很熱心幫人一樣 他留意這個很清楚很實用 他就將空氣污染的打癡 感冒、流感和冠狀病毒、新冠肺炎 將它分成四大類有不同的病徵 然後還說請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這個訊息 其實小弟覺得第一個已經很大問題 就是其實新冠肺炎是一個很複雜的病 這個複雜的病其實是病徵海外五花百門千奇百變 其實會不會真的可以一個框框寫了幾樣東西就一定說是呢 而且說真的每一個病不單止是新冠肺炎 感冒、流感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病徵 而且重症、輕症的病徵都會有不同 一個這麼簡單的一刀切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人去分辨自己或者身邊的人 是不是真的中了新冠肺炎呢 這個絕對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就是見到它說新冠肺炎的病徵 肝咳、打嗤痴、身體疼痛、虛弱、高消、呼吸困難 就說是新冠肺炎 對還是不對呢 其實是錯的 因為小弟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已經有醫學的實證 列出了最常見的病徵是哪幾樣 這件事就不得不提一提英國的蘇伊這一套系統 因為英國雖然抗疫一塌糊塗 但是英國人很喜歡研究數據 所以它拿一些新冠肺炎的患者 它國內大把 拿一些患者的數據分析過之後 然後甚至是對於歐美窮病毒開始肆虐之後 也是拿了同一堆數據出來分析過 然後列出了最常見歐美窮病毒的病徵 其實病徵就是這五個 第一位就是流鼻水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WhatsApp裡面 是完全沒有說流鼻水的 其實這件事是絕對不對的 其實現在根據英國蘇伊的研究報告 是發現流鼻水是新冠肺炎最普遍的病徵 第二是頭痛 接著是疲勞疲倦 接著是打黑痴 然後是喉嚨痛 僅僅這五個最多人有的新冠肺炎的病徵 就是流鼻水、頭痛、疲倦、打黑痴和喉嚨痛 絕對不是好像這篇文章裡面寫的 它給的資料是錯的 所以大家其實最重要是用一個科學的角度 小弟自從疫情爆發之後 已經一而再再而生地提醒各位網友們 我們要用一個科學的態度去處理這次的疫情 不要人云亦云 什麼叫用科學的態度呢 就是重視事實、重視科學的發現 而且用一個理性、客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這樣才叫一個科學的態度 這裏講了五大病徵 其實如果再看回早一點的報道 蘇宜其實是分裂了這個二十大病徵出來的 這二十大病徵我們可以看到列出來的頭五個 剛剛講過了 接著就是持續性的吸收、感受 這些都是新冠肺炎的病徵 其他為什麼會有其他 小弟每次看到這裡都會笑 然後我們看到有些不尋常的關節痛 發冷或者打冷症 發燒、頭暈、眼淵 眼淵不是生之貓入眼那種眼淵 眼淵是這隻眼覺得冤痛的意思 還有就是小弟經常和大家分享的一個叫老霧的情況 其實什麼叫老霧呢 就像重感冒一樣 覺得人不清醒 覺得紛紛肉碎 集中不到精神 這一個就叫做老霧 其實要小心老霧甚至有很多新冠肺炎的長期病患者 就是長期病患者都會發現這種病症 所以如果有發現這種情況的話 馬上真的去做一做測試 甚至快速測試看看自己是不是中招 另外就是有不尋常的肌肉痛 臭角失靈或者臭角的轉變 就是原先喜歡的味道 突然變得不喜歡 沒有胃口 還有這個淋巴腫脹 胸口痛 甚至是耳朵痛 其實耳朵痛這件事真的比較少見 所以如果大家突然之間覺得有耳朵痛 或者身邊的人說耳朵痛的話 真是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快速測試其實很普及 可以找些快速測試劑來 先自己看看有沒有中招 其實如果再看回再早一點的二十大 因為它是不斷地更新的 如果我們看回早一點的二十大 但是小弟很想提提大家其中一個 這個就是第二十大被耳朵痛 取代了 但是這個小弟都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突然之間覺得失落或者抑鬱 其實都有可能是中了新冠肺炎的 因為這個在感冒流感 其實是不會有這個情況的 因為流感病毒就是很出名的 叫喪屍病毒 為什麼它叫喪屍病毒 因為惹到流感的人 它反而很想出街很想見朋友 很想出去社交 不知為什麼會令社交的趨勢會大升 但是新冠肺炎反而很奇怪 就是如果有部分的人 當他染了病的時候 他反而會覺得失落 覺得抑鬱 甚至可能不想見人 如果大家身邊有些朋友 是有這樣的現象 或者自己好像不明白 為什麼突然之間情緒低落的話 就要小心一些 可能真的會染到新冠肺炎的 其實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看醫療實證 找出來的病症 其實和坊間傳說的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 找回已經有醫療實證 說出來的資訊 或者是問回醫生的資訊 而沒有相信道聽途說的事情 因為這些只會令到訊息 搞到更加亂 令到大家更加糊塗 其實小弟覺得就好像黑記 其實有些人他刻意地去放出 這些虛假訊息去混淆視聽 所以小弟很希望大家 將這個資訊廣傳 就是讓大家不要錯信這些 不應該相信的訊息 我們看看有科學證據 蘇宜找出來的症狀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 一些靠得住的媒體 其實我們就看到 現在香港已經有很多 疫情的安排 可以說小弟都搞到一塊魂 因為幾乎每幾天就會更新一次 每幾天更新一次 我們就看到 《大公報》真的非常之好 他做了一個全民的戰役錦囊 這個戰役錦囊 就是將今時今日 所有有關 如果萬一是病了的話 到底應該怎樣去處理 這些全部都一張紙都掉了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把這張紙拿來看門口 不過你上他的網站 不知為何是按不出來的 但是小弟很幸運 有朋友給了一個PDF檔案給小弟 小弟就放了上Google Doc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這份PDF版的話 大家可以按一按 今次這段片的描述 小弟會特別把這個下載檔案寫出來 大家只要去到那個網址 其實就可以下載這個PDF檔案用來備用了 大家記得當有什麼事的時候 參考一下一個正確的做法 就不要只聽坊間的道聽途說 剛才說的蘇宜網站 這些資料小弟都一樣會放在這段片的描述裡面 大家就可以按進去參考 其實小弟一直堅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要信的一定要信靠得住的來源 例如靠得住的媒體 或者在香港所有抗疫的資料 最靠得住的一定是我們特區政府的資訊 例如有什麼地方有人確診 有什麼地方要強檢 其實在特區這次專程為新冠肺炎做出來的網站 其實已經更新得非常迅速 也資料非常完整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信坊間傳出來的強檢表 或者有什麼人確診的資料 如果想知道的話 其實只要打回這個網站 進回政府的網頁 其實上面的資訊已經齊了 當然這個網站大家可以在哪裡找到 都是可以在這段片的描述裡面找到的 好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睇 以及在這裡 在這裡緊急大家在疫情中間 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保持家人和自己的安全 然後我們就慢慢看一看 我們內地的抗疫專家們 如何帶領香港走出這次的疫情 我們香港人最重要和政府和專家們配合 盡快令疫情過去 這樣可以說香港才會有救 好小弟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 覺得內容是有用的話 很希望大家可以把這段片 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謝謝大家